歡迎來到台灣 我是Po Yuling 活熱愛旅行 也喜歡在台灣爬爬燥 海洋不是唯一的 你能做到北海岸的地方 我們今天會有不同的玩意 如果想從高處俯瞰北海岸 獅童山公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的海拔只有70公尺左右 不管是大人或小孩 都可以輕鬆地征服它 好… 看得漂亮 這是雙片動力 精神的捷唾 這樣看得像一把動力嗎 竹苔雙魚看起來 也像是一對相依偎的夫妻 所以又被稱為夫妻石 傳說中相愛的兩個人 如果和雙魚合照 就会得到他们的守护和祝福 远眺北海岸 可以让你看到不同的视野 难怪有人心情不好时 喜欢来看海 如果想要追求 心灵平静的另一个境界 金山有一个相当棒的地方 那就是法谷山 走进这庄严 却又使人沉淀的区域 就连走路 也成为了一种禅修的方式 借此难得的机会 当然也不能错过 结合传统与当代工艺之美的法华中 这座中也被视为 法谷山的镇山之宝 法谷山于1989年 由圣言法师创办成立 是台湾相当重要的佛教圣地 来到这里 除了可以感受佛学的深奥之外 时间允许的人 也可以参加禅修的课程 修炼你的身心灵 那些人是艺术之外 有没有遗憾的外华公园 这就是台湾最大的 在台湾中 著名美术馆占地十一甲 享誉国际的太极系列作品 展示在宽阔的静谧山林之间 艺术与自然巧妙融合 营造出极度震撼的视觉感受 除了太极之外 馆内超高人气的作品 还有人间系列 虽然他们都没有表情 但看起来 却又是那么的栩栩无声 让人忍不住想 哭搜一下这些作品 因为拥有无敌的海景 北海岸的公路上 各具特色的滨海咖啡店伶俐 来这里喝咖啡 变成大台北地区 非常热门的休闲活动 咖啡有很好的套餐 但我最喜欢的 第二步是 这里的羊驼服务生 只负责吃 喝拍照 光是这样 就已经融化巫术少女的心 很好玩啊 它真有趣 因为有了这么可爱的动物作伴 咖啡店里的游客们 无论大人 小孩 都在此大玩另类的老鹰抓小鸡 每个人手上不是拿相机 就是拿红萝卜 努力地追着羊驼希望与它互动 也使得来北海岸旅行 做了一项趣味的旅游体验 小心 所以不要站在海岸旅游体验 它们会打开你 如果有机会 来玩和它们 我是Poyo Lin 享受你的时间在台湾 ciao see you next time